本土的病例持續增加 那今天有兩百八十一例 本土確診人數一天比一天多 清明廉價才剛結束 這疫情又爆了 增加的比較多的 還是在新北新有校友的群區 新北校園群聚又新增四十例 還有七十三例疫調當中 光是新北市單日又新增一百一十五例確診 台北市也新增四十五例 基隆新增二十六例 都和小吃店傳播鏈有關 高雄也多了三十七例 桃園十七例新竹縣市加起來 新增十八例 全台共十七個縣市 通通南逃病毒入侵 總計兩百八十一例確診 再創新高 疫情再起 總統也特別找各縣市首長 和指揮官陳時中討論 因應知道已經有共識 將來是會在大量的病人的時候 那病人是要簡化疫調 然後科技防疫 那然後把快篩來取代PCR 或者快篩跟PCR交互的來運用 那然後讓確診者所謂的輕重症的分流 特殊的營業場所那都也要打三劑 漸漸這類的措手會越來越多了 指揮中心宣布六號起放寬居家隔離規定 原則是一人一室 但同戶可以一起進行居家隔離 清宵可以共同衛育不過境外移入不適用這樣的規定 放寬居家隔離的規定也避免輕症全部擠進醫院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的資料 目前全臺專責家負壓隔離病房控床率有百分之六十五點九 中央集檢所控床率百分之四十五點一 北部的病房比較吃緊 控床率不到百分之五十 但整體量能還算充足 不管是隔離的人或是檢疫的人 他清空需要一個消毒的時間 所以這個還需要一點時間 那但是現在就應該要開始來準備 同時新冠口服藥量能 全國目前還有七千五百人份 陳志中也透露大規模的採購計畫 正在進行當中 積極防疫正常生活 面對疫情戒慎不恐懼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聞資訊 當然也包括體談動態 就要鎖定華視新聞頻道 還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